玩路上有很多奧客 那現在就是 一旦客人不開心就可以 還有這個負評其他人都看得到 就會影響到這個人的生意 那有沒有看過 比較誇張一點的那種負評 誇張的負評有嗎 來 有 但我覺得我先講 我覺得我不能講說這是一個 你給別人留言對不對 不是 就是你嗎 就成為公仔太貴了 講朋友的故事其實就是你吧 其實我遇到這是我太太的朋友 他是開餐廳的 他開火鍋店 然後呢 他有一次就跟我們分享 他看到一個負評 因為他火鍋店幾乎都是五顆星的評分 就是非常好 服務也不錯 價位各方面飲食什麼食材 非常好 他有看到一個負評 他說這個負評是負評嗎 但是一顆星 只有一句話 對 就負評 他寫一句話說 蛤 太大了 這到底是假批 這到底是負評還是負評 這個我不行 他什麼 他就說我看不懂 那所以是代表說 擺一個邏輯的應該是他很好吃 那個人很生氣說 怎麼離我家那麼遠 沒有 我覺得 就是開餐廳被留負評的機率最多 你知道馬哥剛剛講的 我就想到我一個朋友也是 他家是開那種 很好吃的北方面館 他也是被收到一顆星 就寫說 東西很好吃 但老闆娘賞門太大 一顆星 對 另外一個朋友是開寵物咖啡 寵物餐廳 結果也被留一顆星 上面寫說 蛤 他很奇怪 對 我跟妳講 餐廳最容易被留 對 真的 你叫我哪一天弄個草泥馬還得了 現在的餐廳想像都蠻慘的 就是很多人都是為了就是 找麻煩 找麻煩 我曾經看過一個就是在東區 裡面老闆娘就是北方妞 她的個性比較嗆一點 我看到她上面留給他負評 她沒回罵她 她先回罵她吃 妳的嘴這麼爛的話 應該也是適合吃那麼低級貨吧 我們家的東西可能不適合妳 她就看到她只要留 只要留一分了 她全都給人家回罵 然後開的是那種是川菜的那種火鍋 那種 酸菜白肉鍋 花椒火鍋 對 四川火鍋 這個老闆娘蠻有風格的 有些時候說不定 多溝通反而變朋友 對 有些也是一樣 也是那種北方麵館 老闆也是 我去裡面 他說我們三個人他說 我要一個什麼 譬如說什麼 一個什麼蒜泥白肉 他說好 我要大份的 你們三個人小份的就好 對 他會自己幫你講 對 你們三個人小份的就好 然後怎樣 我要吃這個什麼辣的 他說 你看起來腸胃不好 不要停辣 哇 好激活 不給點的 聽聽聽 來吃可是很好吃 對 很好吃 老闆跟老闆娘有一套的對不對 但是給這個店家一顆心的 我們這邊也有 誰 布蘭德有 那個小的好像是電視 你後來就要 可以點 要按你喜歡的那個臉 還是不喜歡的那個臉 還是中間就哭臉 還好嗎 然後我那時候 特別特別特別不喜歡那個服務 他就一直罵人 我在前面幾個人也一直罵他們 為什麼你沒有帶零件 你覺得我現在可以出去換錢嗎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就在她的面前 就按了那個 非常不開心的那個臉 然後她說 嘿 你怎麼按這個紅色的臉 我說 因為我剛剛看到 你就對客人怎樣 所以我有點不開心 我覺得這個是你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今天特別不開心 難過或者你生病不舒服 那就不要上班吧 台灣也會這樣嗎 就是真的超級傲客 大家有看到 或是你本身自己有什麼經驗來的 在意大利 我跟好朋友回去意大利的時候 我們去一個餐廳吃飯 好 意大利的餐廳文化 跟台灣的文化有一些不一樣 他到那邊他有發現 其實有一兩桌是真的吃完了 就在聊天 然後他跟那個店員說 那些吃完的可不可以 他們可不可以先離開 這樣我們才可以吃 是 對啊 這個超沒禮貌的 好可憐 我聽到他講的時候 我就是 你怎麼這樣 我 我講到我也不是意大利人 我也不是意大利人 這太丟臉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啊 對啊 然後那個 他還那個店員跟他說 你是 你瘋了 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趕客人啊 因為我們沒有那種換 換 換 那個桌子 我們沒有 就是你坐在那邊 你要吃多久就多久 我們沒有那種什麼90分鐘啊 對… 這樣很沒禮貌 店員不可能趕你走 就算你也在那裡聊到他關門 他都不可能趕你走 結果那個朋友 他就是開始生氣 然後他就跟他說 然後你們 然後那個 然後我們這樣完全沒有 本來搞不好還有一點點機會 他可能會另外弄一桌給我們做 他講那句 就不行 不行 滿了 GO 超沒禮貌的 可是這個就是因為 你看像我們台灣現在有很多 比較熱門的店家 他就會限制了 他就說我們這個用餐時間 一開始大家就先講好 那就是90分鐘 時間到了 客人自己也知道到了 這是一個共識啊 我覺得 對 因為我們後來也會覺得說 好啦 假如我們要再去聊天的話 我們到咖啡廳去聊 像我們台灣的文化 就是說 例如說我們有看到人家在排隊 我們還自己跟我老婆講 趕快吃一吃人家後面 不要讓別人等 對 可是事實上就是 美德 我們自己有一個美德就不要 我們會替人家著想 你們應該不懂這個東西吧 我們是善解人意 對啊 你不然你去後面排排看啊 前面我吃個四個小時吃個兩天 不要理會再兩天啊 去看看啊 這一集的那個邏輯慢慢清楚了 就是當大家對於台灣人 有批評的時候 我們就會解釋完以後 然後再把人家罵一頓 對 好像是這樣 把自己合理化 我也是曾經被台灣人 被台灣人害過 就是我暫時 暫時我回日本 好罵哀是不是 沒有 是真的 回日本的時候 剛好我的台灣朋友 也在就是來日本玩 就跟他約時間 就帶他去灌街啊什麼的 然後就去看那個百貨公司 然後就是他灌灌灌 陪他灌 他看到一個喜歡的包包 然後他跟我說 欸 豐田 你跟那個店員說 可不可以再便宜一點 因為我網路上看到 其他店再便宜一點點 你可不可以跟他講 但這個對日本人來講 是很丟臉的事情 有一些跟他撒架是很丟臉 對 不能撒架 所以我就只能當個酸面人 跟店員說 不要理他 他買不起這個包包啦 你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你又日文很客氣的講 然後我轉身跟那個台灣朋友說 那個店員態度很差耶 你不要再買 好恐怖喔 不然我會丟臉 你是生存者 對啊 你是生存者 我知道你今天為什麼 可以在那邊主持 對啊 他有他人生存知道 求生知道 OK 這也是一個方法 好 麻油 你去韓國的時候 對… 我之前一個人去韓國的時候 就是住在那種 背包客會住的那種 宿舍式飯店 然後就剛好認識到了一個台灣女神 她對人是還滿好的 但是她每一天晚上 都會跟那個服務生抱怨說 我昨天用了那個洗髮精 然後頭髮變得很毛躁啊 或是外面的燈太亮了 睡不著之類的 然後就是最後的最後晚上 我在睡覺的時候 她就開始打牆壁 就狂罵人就說 就是隔壁的人太吵 就閉嘴 閉嘴 閉嘴這樣子 就覺得很可怕 這真的蠻可怕的 這個應該不是這個能解決的 這應該要接受治療吧 特別的台灣人的錯 對 要接受治療吧 特別的台灣人的錯 特例 突然你們的姿勢弱掉了 她已經去國外學壞了 趕快讓台灣人 現在換台灣的朋友要壓力了 換你們說說 對 其他國家比台灣跨山的 有 我覺得韓國耶 韓國人就是他的男生 女生 不知道從頭到尾 為什麼每天心情都這麼不好 你去韓國 那我就覺得我 我覺得他們那邊整個人啊 吃飯啊 或是排隊啊 他們沒辦法忍耐排隊 然後呢 你排隊很愛插隊 再來的話就是 你跟他們如果什麼樣不合 想問問題 他們就會開始很生氣 不然就會罵你 路上可能稍微碰到一下 他就開始起笑 可以亂罵人 對 他們好像壓抑非常的嚴重 我覺得韓國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們 奧可能嚴重 很嚴重 可能旁邊吃個飯 可能大家 氣氛很OK的吃個飯 旁邊那一座就在開始鬧事